大家好,我是杭叔 今天要来快速解说GTNP1-10集的剧情 剧情一开始,一名男人从机场走出来 他叫金东硕,后面就叫他男主吧 男主走向了一名女人,叫做尹尸阿丽 是本剧的女主 通过两人对话得知男女主角是情侣关系 先前他们受到死亡的威胁 所以打算来这座城市寻找男主的好友帮忙 不过女主并不知道男主的好友是什么样的人 于是两人出发前往男主好友的所在地 不料两人一出机场就被神秘人士盯上 好在男女主催促进行车司机成功逃脱跟踪 来到某处,见到了男主老朋友Q 主角二人表示,自己受到了Y先生的追杀 所以寻求老Q的帮助 无奈老Q这里也没有资金或是武器 不过老Q刚好有一个情报 男主听闻后打算偷走黑帮交易现场的毒品拿去变卖 这时老Q跟男主前去取车 在路途上,我们得知原来男主是中央情报局CIA的特务 难怪一开始老Q见到男主一提到局地养罪 男主特别的紧张 因为男主的CIA三分 女主似乎并不知情 男主一直在调查一份叫做M档案的东西 老Q就是中情局的联络员 他曾安排男主到红摩市调查M档案 结果后面发生一连串的事情 各位观众有兴趣可以看看阿航的RP系列 航述我推荐从鬼岛,红摩市,海雄市,十二元 这个顺序开始追剧 那至于现在一个叫做Y先生的人物 要男主交出一个根本不在男主这里的武装载 JX 总之现在男主急需资金和军火来自保 而男主和老Q的取车途中 女主接到了一通电话,原来是好闺蜜打来 原本在异国的闺蜜突然因为工作而来到这座城市 两人相约有空出来拒绝 然后在闺蜜纳托了电话传来习惯的声响 闺蜜便快速找个理由挂了电话 男女主拿到了车后,伪装成了警察 直接闯入黑帮交易现场 男女主两人一搭一唱 把黑道成为虎的一愣一愣 以为是警察的高层内线,要先把毒品上缴 就这样,男女主成功拿走一百只大麻烟 想不到正要回旅馆时 女主还摆脱警察,并打算快速脱手这批大麻烟 原本在第一天卖的挺顺利的 没想到第二天再去卖的时候 被对方发现这批烟里掺着假烟 男女主这才意识到 制造这批烟的黑道,龙川会会在毒品里动手脚 制造纯度没有那么高的毒品 但这批烟必须赶快处理掉 此时老Q提议可以拿去卖给偏远地区的渔民 最终两人成功将所有大麻烟卖光 但此时却被警方抓捕 而女主在被侦询到一半时 被一名警察带了出去 警察将女主送往一处酒吧 原来是女主的闺蜜先将她救了出来 这位女性叫做西亚 是一名私家侦探 来到这座城市是要执行任务 西亚希望女主不要将她的事情分享给其他人 不然她可是会失业 另外西亚告知女主说 那一百只燕的施主已经开始动作 叫她和男主小心 此时男主因为身上也没有被查到有携带毒品的证据 很快就被警察放了出来 之后由于担心黑帮就快查到两人 所以男主打算弄枪自保 两人原本以为可以依靠老Q来提供枪制 因为男主表示老Q年轻时是一名军火专家 但无奈老Q一把年键 身旁只剩下没聘用的模型枪 杀人向情报商人打听消息 得知在一处山上有批军火交易 男主抢先到达山上并互相扮演买卖双方 去诱骗真正的买卖家进行交易 计划非常的顺利 不但枪支到手 连现金都骗到了口袋 两人的运气可谓如日中天 正想着计划着下一步 又在高速公路上遇到看似莫名的连环车祸 男女主被警察引导到一旁小路离开 没想到此时却遇到了黑道包围 并被带上了车 男女主见到了一名男人 叫王冬时 正是龙川会的副会长 原来龙川会刻意安排得车祸现场 就是为了要活作男女主 这次男女主偷走了枪 原先是龙川会要购买的 龙川会打算连上次100基研都一并讨回来 女主眼睁睁的看着男主被毒打一顿 正当王冬时要解决两人时 会长的亲信来到现场 要求枪下留人 龙川会的会长龙爷表示要留两人一命 龙爷看中了男女主三番两次 从他们手中拿走了毒品和枪制的能力 王冬时要两人隔天就到龙川会报到 男女主一到了龙川便了解 原来龙川会有两个支部 第一支部是专门由会长龙爷率领的暗杀部队 而第二支部则是由副会长王冬时管理 负责龙川会其他的大小事务 而男女主则是进到了第二支部 在王冬时底下的亲信 黎一身边来做事 黎一让男女主先去把之前偷走的一百支烟 做来偿还 结果男女主在制烟时 三番两次遇到了警察的追捕 还差点被带回了警局 黎一给男女主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再失败 将永远活埋在龙川货花园底 黎一要男女主去将欠龙川钱的商店讨债 此举必定会迎来警察 结果男女主在一波骚操作中成功讨债 并脱离警察追捕 原本要回龙川会向黎一交代 此时却只看到了一个 疯疯念念的粉红小丑 拉着男女主去打劫银行 过程中粉红小丑一直增加抢劫难度 现在最新的剧情 则是来到了男女主 成功抢到了钱 必在逃离警方追捕过程中 翻了车 根据杭树的消息来源 最新一集将在下周日播出 我想肯定是因为这礼拜作者 又是忙到爆肝赶不出来 所以才让杭树出来 那么各位观众 如果喜欢杭树讲电影 记得点赞关注 而不是 是按赞订阅本频道 那么各位